原型豬加上BA.4 BA.5的 那他送審的资料送给美国之后是 主要是以动物试验为主 好久没在周末召开记者会的 机关署为了次世代疫苗采购 紧急在宣兰诺台风逼近这一天 开记者会 为的就是中广董事长赵绍康的 这篇贴文 赵绍康在脸书质疑 政府买的疫苗是对抗武汉豬 加BA.1的次世代疫苗 而不是对抗武汉豬加BA.5的 新次世代疫苗 看看两款疫苗有何不同 原型豬加BA.1的莫德纳 双架次世代疫苗 除了通过第二期与第三期临床试验 还有动物试验 但原型豬加BA.4 BA.5疫苗仅通过动物试验 而且拿的还是BA.1的临床试验 佐证资料 可准使用国家也只有美国 而原型豬加BA.4 BA.5疫苗恐怕也无法想买就买 厂商说法是暂时 它不会供货给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指挥中心强调 没否定原型豬加BA.5的疫苗效果 只是现在没证据确认 目前已采购的原型豬加BA.1疫苗 对BA.5也有用 未来会预留购买其他次世代疫苗空间 而三号本土新增确诊 三万两千五百二十九例 总计这周确诊数二十一点二万例 较上周上升了百分之二十三点一 面对疫情升温 只要有疫苗 建议有需要的民众加快施打 避免重症发生 近新闻 线为彭志华 蔡玉如采访报导